热闹的开场仪式 2023基隆眷村文化节 在中正路旁的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展开 今年基北北桃共同携手宣传眷村文化节 市长谢国良和桃园市长张善正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及台北市政府秘书长李太新 共同举起海军军刀 切下四层的大蛋糕 宣布活动起跑 2023基北北桃眷村文化节 在这边正式启动 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跟内容 欢迎朋友一起过来参与 而且是各县市北北基桃的朋友都非常欢迎 参加了两个县市就可以参加抽奖 这就代表了基北北桃 从我们去年12月25号就任以来 包括侯市长 黄安市长 还有我们山正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共同的治理 在文化方面 在环保方面 在各项方面都能够用很密切的合作 那么今年10月7号我们桃圆市和我们台北新北跟基隆一样 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眷村文化节 从10月7号开始有这个国旗绕镜 也有这个民歌演唱 音乐会 戏剧表演等等等的 这个非常琳琅满目的很多不同的文化的这些活动 我觉得一次到四个城市 把四个城市的眷村看个够 看个过云 这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以前我们对文化的做法都把它保存下来 把它封闭起来 不要鼓蹟被坏掉了 那尽量不要被破坏 保留它原来的样子 可那个生活你被封起来以后 它就失去了那个生气跟活力 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就是 它再把文化再回到生活 所以整个眷村的改建 当然有很多变成平地高楼那种概念 可是有很多地方是被保存下来的 所以谢谢今年我们县市长领军 在我们基隆整个市府团队 带领下我们四个县市就一起来 那今年我们的眷村文化节 我们预计是10月7号到10月29号举报 那它的主题叫做歌未央 我差点讲未央歌 因为对未央歌比较熟 但是它曲名叫歌未央 那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六都有 这个所谓的那个演唱会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星空电影宴 然后还有一个电影 还有各项的一个市集 那眷村文化散落在鸡北北桃 通通都有 所以我们这次是联合起来 办这样的活动 欢迎这一阵子的期间 属于四个地方的市民朋友 跟更多外地的观光朋友 都能够来到这四个地方 来体验我们的眷村文化 我们今年在沙湾文化园区 有很多好吃好玩 这个好逛的活动 记者会现场抚会贵宾云集 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 及市议员吕美玲 还有文化局长江廷梅 纵发处长林立禅 跟民政处长张渊祥 另外也要请荣民跟眷属到场参加 基隆眷村文化节 规划了好玩好吃好拍的活动之外 民众也可以参加 鸡北北桃四个城市的 眷村彩点集张活动 只要到访其中两个眷村场地 参加线上集张 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眷村纪念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体验眷村文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